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苏真荣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国债正式突破36兆美元 创历史新高 根据美国国债中服务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国债本周五首次突破36兆美元大关 创下历史新高 回顾今年1月初 国债总额才刚突破34兆美元 AMF表示 如此高的赤字与债务 会对美国及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 可能导致财政融资成本提高 并增加到期债务顺利展期的风险 众议院批准公共服务人员增加社会安全福利法案 众议院近日以327比76的优势通过了第82号决议 该法案将增加公共服务人员的社会安全福利 这项法案让将近280万名 包括教师 警察和其他政府人员在退休时 将有资格获得更多的社会安全金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 如果该法案提交参议院获得批准 未来10年赤字将增加1956亿美元 CDC 今年有更多老年人接受新冠疫苗注射 CDC的免疫调查数据估计 截至11月2日65岁级以上美国人中有37.6%接种了本季更新的新冠疫苗 而在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为22.6% CDC的调查数据显示 除了爱达河州外 今年几乎所有州的成人 新冠疫苗接种率都与上季节相似或更好 年轻人的COVID-19疫苗接送人数也超过了去年 但差距不大 以造成一人死亡Medical King召回便携式床栏 因使用者可能会被困在床栏内或床栏与床垫侧面之间 恐造成被困和窒息死亡的风险 Medical King宣布召回超过22万个成人便携式床栏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根据型号联系商家以获取免费维修套件或更换床栏 目前收到一份涉及型号7007的可调节高度床辅助栏的死亡报告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